主料,黄瓜200克,面粉150克,鸡蛋2个,辅量,油,盐,生抽,香油,胡椒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葱切葱花,黄瓜去头外切薄片,热锅冷油爆香葱花,放入黄瓜片炒变色,加入热水煮滚,面粉放入碗中,水龙头开成滴水状, 水滴在面粉的同时不断用筷子搅拌成小疙瘩,把疙瘩倒入汤中搅拌均匀,把鸡蛋打散倒入滚汤中,用筷子迅速划散,加盐,生抽,胡椒粉,鸡粉和香油调味即可,烹饪技巧,疙瘩成形一部分倒入汤中,再重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